在这样的大雨天开车时 如果你只会开启前方的这个雨刮的话 那你就错了 因为我们此时看前方的视线 还是非常的差 那么今天实力就给大家分享 在遇到下大雨时 咱们处理了这几个按钮 一定要懂得正确去开启的方法和细节 特别是我们后世纪容易挂水抓 以及前脑玻璃刮不干净 很多的朋友一遇到这种情况 整个人就懵了 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去办 来我们现在反镜头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 当我们在这样的大雨天开车时 或者是说在经过这样的水深漏洞时 就一定要提前关闭这个自动启停功能 这也是很多的实际朋友分不清楚的一个点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开启 什么时候是关闭 记住它默认是开启的状态 当我们按下去之后 但亮才是关闭 而且仪表盘这里它也会有显示 自动启停系统已关闭 也就是说 像我们在这样的大雨天开车时 或者是说在经过这样的水深漏洞时 就一定要提前关闭这个自动启停功能 要不然当我们在经过这样的水深漏洞时 我们这个车子万一熄火 就很容易导致车子的发动机二次大火 一旦二次大火就很容易损坏我们这个车子的发动机 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也是不赔的 所以当我们经过这样的水深漏洞时 就一定要提前关闭这个自动启停功能 第二在这样的大雨天开车时 如果能听度比较低的情况下 一定要开启车辆的雾灯 而不是双闪灯 因为雾灯的穿透力是要比这个双闪灯更强的 特别是在高速开车的时候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提醒到后车 来大家看一下 左边的车车它连单都不开 这个行也太大了吧 开启这个雾灯也非常的简单 对于有的车型的话 这个箭头只要对准这个AUT 或者是这个自动大灯的时候 我们只需往上提两下 记住了一定要提两下 提一下的话 这个雾灯它是没有开启的 看见一表盘这里 它是没有这个雾灯的提示的 只有我们再提一下的话 看到没有一表盘这里 它就有提示了 对于有的车型的话 对于这个拨改 这个箭头对着这个向左的张有仪式前雾灯 这里就是这个向右的张有 也就是后灯 所以一定要懂得开启这个雾灯 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的提醒到后方的车辆 第三对于余间开车来说 我们的前挡玻璃跟侧窗玻璃 是特别容易起雾的 出雾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需打开空调 只需打开这个外循环 记住这个灯不亮才是外循环 再打开这个前挡玻璃除弯键 这个扇形的是前挡玻璃除弯键 这个方形的是后挡玻璃除弯键 这个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只要我们打开这个前挡玻璃除弯键 再把这个风量调到最大 一定要打开这个前挡玻璃除弯键 这样的话 我们前挡玻璃的雾气看到没有 它就会很快消散看到没有 第四对于雨天开车来说 我们这个后视键 它是特别容易挂水珠的对不对 其实对于我们一般的家用车 这个后视键 很多都是有这个加热功能的 但是很多的朋友 却不懂怎么去开启 我们只需找到这个后视键的调节开关 我们只需把这个指针看到没有 把这个指针对准这个符号 对准这个符号之后 那么我们的后视键的加热功能就已经开启了 这样的话对于我们雨天开车来说 它就不容易挂水珠 如果说你的车没有这个后视键的加热功能的话 其实还有很多的外加处理的办法 在我的主页视频都有详细的讲解 不懂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第五 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了 很多朋友在雨天开车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用雨光刮这个前档模拟 都刮不干净还是乌模模的 特别是在晚上的时候 那也就非常明显了 这个就是玻璃油模 处理这个玻璃油模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不懂的朋友可以去我的主页去看一看 谢谢大家